和妈妈PK拆赢你包包 到底谁赢 你怎么又买玩具球 这不是普通的球 是每个女生的梦寐以求 我买过的包包比你吃过的馒头多 你少来骗我 不信你就来和我PK一下 P就P 谁输谁负责到垃圾 行 那让你先来 先来就先来 我倒要看看这玩具球能拆出什么名堂来 第一个捏起来硬硬的 这是啥啊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呵 一块名牌手表 香水搭配不得了 来拆第二个 紫色经典水桶包 被上升回头绿老高 还自带一股迷人的清香 哈哈 你拆到的只是基础板而已 还是看我的吧 打开就出来一个行李箱 颜值又高又能装 接着看 一束鲜花 平精华 还有一枚金戒指 就是没有包怎么回事 小学生有书包就够了 拆包包这种事还得看你老娘的 Round 2 看看又给我准备了什么 哎呀 是我最喜欢的丝巾啊 手机香水配丝巾 你果然很懂女人的心 红色的珍珠马鞍包 还带瓷扣 胯上就是富婆的节奏 天 这也太俗气了 一点也不符合我们小仙女的气质 我看你就是妒忌 我才没那么小气 哇 紫色的字母链条包 美丽大方又端装 香水钱包和戒指 果然是小仙女拥有的快乐 你少嘚瑟 Round 3 最后一局 让我看看你还能不能笑下去 快来见证奇迹 手机 睫毛膏 橙子味的薄荷糖 我猜某人有点馋 来 咱们继续 橙色包包真美丽 大胆的配色不是谁都可以驾驭 拆球还得看我气 不到最后一刻肯定不能放弃 这个捏起来感觉很神秘 让我来给你们揭秘 时尚的鸭舌帽加上土豪墨镜 粉色小萌宠特别洋气 胖包肯定也差不到哪去 粉色链条鞋胯包 还带了小钱包和镜子 背在身上别提有多快乐 谁输谁赢 大家的评判一定要公平 学生 大胆的症状